儿池病友 温文丽 郑锦璋 书画双各展 4月9号到4月24号 在文化处遗文中心二楼展览室及一郎展出 并于4月9号办理开幕仪式 太太温文丽自民国76年 屏东师砖毕业后 任教之余情研书法 工余书 经余画 先生郑锦璋 父唱夫随 同路新育安薛平南教授门下学习书法 103年于工程专业职场退休后 更是全新投入于弘扬书道 沉醉于笔墨辉豪 寂情于书法教学 希望这个画作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很新的启示 其实我对书法不是很有研究 但是会有一些图特的爱好 所以我一来我觉得这些书法 这些话其实很有感觉 希望也给大家有很深厚的感觉 金章啊 他很多年前租到台东来展览 他常常以身为台东人为荣 虽然他在台北工作 然后他常常回来台东 关心台东 我非常欣赏他们两位夫妻啊 一直都能够从事书画的创作 他们用书画来作为他们沟通的桥梁 而且他们感觉上啊 好像他们两位互相亦师亦友 互相欣赏 互相批评 互相进步 那我觉得是那个非常难得 那我们紧张 他对书法方面的成就很高 他不管是各种的书题啊 都非常深入研究 然后把它融合成自己的一个 一个特别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那那个文力啊 那我觉得他也很不简单 他平时毕业之后 然后又读台大 然后读那个法判研究所 他是又学书法又学国话 又学公秉又学协议 他把那个书法融合成一体 那也走出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台东的子弟呢 真的是依景还乡 我发现台东的人产 在前省来讲相当了不起 但是有点沉默 有点沉默 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台东人 应该把台东的精神 把台东的这个发展 像我们的太平洋的大海 大大的澎湃 震撼整个世界 那其实他们两个 他们两夫妇学书画的一个过程 真的是复唱复水 紧张的作品 大家看起来这么磅礴大气 可是你知道紧张几岁才开始学书法 紧张几岁 三十二岁 有没有很励志啊 三十二岁 而且紧张你的本行是什么 水利工程 所以对我们这种中文学界 这种科班出身的来讲 这真的是一路开外挂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那文力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他小说其实是在山林原野中长大的 他的书画里面那个昆虫的描绘许如生 因为那就是童年的一个生活经验 所以我都觉得说 我们这一对敌人 在书画的方面 就是相互扶持 那生活上面也是互相依存 真的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原本以为是郑老师的书法 跟师母的国画 就发现不对 因为我发现师母的这个字啊 也写得非常非常的令人羡慕啊 非常非常棒 所以我觉得 能够像两位这样 如此幸福美满 能够把这个书画并进啊 一起互相砥砺 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书画这个东西呢 其实对我来讲很重要 它让我的心呢 能够沉浸下来 那这一次回到台东 我们准备了《传立凯行草五体书》 我说除了要跟在地的 就是前辈们请教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哦 因为其实我们把大概 所有的汉字的一个演变呢 其实大概都有了 所以它其实是让孩子们 或者国小国中的孩子们 去认识我们字体的演变的一个很好的教材 那个离开台东 那个从国中毕业到现在 也将近五十年了 在过去 这个都在北部 那从事工程 那我们也希望那个 我们的书画艺术 能够在视野上 大家互相的一个冲击 有没有 激测 那我们的台湾呢 整体的书画艺术的呈现 更多元 那更能够走到一个叫什么 自然创新的一个 那才有所谓当谁时代的艺术性 自然创新的当下 我们还是希望有 这个古碑贴的一个韻味啦 就是古典中庸 那在这个古典中庸 自然创新的条件下 我们希望这个 台湾整个不管是北中南 那大家互相交流的一个 那个展出的一个激胆 能够呈现更好的一个 台湾这个很独特的一个 艺术的氛围 良人抗力情深 病游于儿池 比翼于丹青 4月9号到4月24号 回到家乡台东 由策展人朱克俊策展 推出儿池病游 温文立 郑锦璋 书画双个展 欢迎大家前往欣赏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